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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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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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得见黑点栏目 对vag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会害你去 是 我当然不会害你 但是也不会再让你 偷偷的把我的鞋带给绑起来 哦 我还有一个条件 交换空谱 怎么样 交换空谱我已经办好了 您只要在这儿 签个名就可以了 向天 我爸爸答应帮你了 谢谢你向天 刚才 我偷听了你跟爸爸的谈话 今天才发现 很多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愿意让白家老字号独立出来 向天 你一定会成功的 还有 谢子天 早就背着你再追千小岁了 他心里怎么想我很清楚 本来是早有预谋 向天 你一定要小心 这是做给我爸爸看的吗 不 弟弟你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岁回来了 爸 哥呢 嗨 那个办公室开会呢 营业额暴涨 美得皮哒皮哒 那得让他请客 哎 那个 跟早说几时话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啊 倒是你 赶紧把这假怀疑的事 跟我哥说清楚 不然不知道后面要出什么乱的呢 行行行行 你真没事 哎呦 我真没事 行了 我进去叫人搬东西了啊 跟你们都说一句话啊 待会出去看到小岁的时候呢 谁都不准板着脸知道没有 不要摆着臭脸 要带着微笑 带着微笑 不要不高兴知道没有 文氏集团新任董事长文向天先生 刚刚发表声明称 与昨日大闹订婚的人士毫无关系 文氏集团谴责这种借订婚炒作的恶劣行径 必要是不排除赤诸法律 这臭不要脸呢 你这太欺负人了 要不然咱们也开发布会吧 开发布会 开那个冬瓜头饿发布会 胳膊拧得过大腿吗 如果文氏集团玩咱们的话呢 就像那个小苍蝇一样 所以咱只能忍着 听到没有 算了 没什么可讲的 散会散会 散会 文氏集团新任董事长文向天先生 刚刚发表声明称 与昨日大闹订婚的人士毫无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样货物呢 在生产日期 已经快过了 所以呢 咱们要尽早的销售 明白吧 还有这几个 老板 文总 文总 就别叫我什么老板了 有什么事文总 您尽管吩咐吧 小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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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酒店之后 就没有回来过 什么 文总 您就别再装失忆了可以吗 您都已经在外面声明说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你不认识我们了 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我们只是个普通老百姓 我们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 老板 你告诉我小岁在哪好吗 我打电话他不接 你还有脸来 我砸死你了 别丢了 我砸死你了 别砸了 别 别砸了 别砸 你再砸死的我们赔不起啊 这成本多高啊 那不是文向天吗 那过来找钱小岁 是啊 你给我滚 滚啊 文总 我求您了 我看您还是先回去歇着吧 别在这招风引蝶了 我求您了行个好吧 咱们想安静一下 我求救你了 那份声明是您发的 别怪妈 我是没有办法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订婚仪式上的事 必须对媒体有个交代 文家不能再出丑了 妈 您知道这有多伤人吗 我怎么再去见超市的那些人啊 你听妈一记劝吧 你就不该再去见他 向天 你为文士做的一切我都支持你 刚才白景天来电话 说你要把白事还给他 我都不怪你 可是你不能再做这种幼稚的事 妈那不是一致 对我们来说那很重要 比重振文士更重要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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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回到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你带我进河边玩 有一次一个猛子 扎进河里 半天都不露头 吓得我在岸边吼啊叫啊 都差点叫人来救你了 结果你抱一条鱼 在河对岸爬了上来 是啊 而且那条鱼 还把你吓了个半死 吓死我了 哪是半死啊 那时候虽然穷 但是真快活 好像一点烦恼事都没有 小岁 哥知道你难受 千万 别憋在心里 哥 我想躲一躲 出去走走 离开这儿 其实今天 我和你嫂子 也这么想 只是咱俩能去哪儿呢 小岁 如果你想哭 就痛快地哭出来吧 哥哥替你难受 困之后就别想了 知道吗 不该想的是 其实咱们跟这个文家呢 一点边都站不上 别忘了人家是有钱人家 有钱人家心都比较硬 好 别想那么多 放你个秘密呗 说 嫂子没怀孕 你又要开始吃药了 喂 谢总啊 我们查到钱小说的家乡了 确定吗 已经核实过了 肯定没问题 好 我知道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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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非要让一个爱你的人都没有吗 你放心吧 我会让钱小岁爱上 滴滴给你的 都是你的衣服和文件 谢谢 我还是想知道 你的梦想是什么 取代你 这就是你最可悲的电影 你已经没有自己了 做好准备吧 我会全面反复的 看到了 看到了 我做好准备 我做好准备 你很喜欢 你很喜欢 你还做你啊 老黑 老黑 小碎 哎 你这要上哪去啊 我找到你妈妈下落了 真的 真的真的 我用人格保证 那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你知道吗 当年你妈妈怀着你 乘坐着T156次列车回到家乡 在那度过了怀胎十月 至今那个院子还在 你真的找到了我家的门 真的找到了 这样你快回去收拾收拾 我这就领你回去 但你要记住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哥和你嫂 我知道 你一定是在想 我为什么要这样帮你 小碎你知道吗 其实我这些都是在赎罪 毕竟我帮着相天骗了你很多 对不起 你干嘛良心的 你刚来这结婚骗人了 没骗你 你这出哪了 咱们出去说 这出什么事了 啊没事没事 找两口吵吵架 你别吵 啥没事 他能问你你的想好的 不是想好的 还说不是想好的 你们听你心上说俺要结婚了别来 烦啊 还说不是想好的 看 老K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我闺女 嗯 我闺女还小 有一次我打架伤了人 躲到监狱 等我出来以后 街坊邻居总是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怕哪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就躲到这儿 像有一天婚好了就回去 我闺女 闺女再也不跟我亲 她现在就要结婚了 是她不让我去 哎 哎 哎 哪个 但路费 现在就去找你闺女 跟她把话说清楚 你不知道 一个女孩在她童年的时候 没有爸爸疼 没有妈妈爱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不管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一直没有见面 女儿也永远永远问不了爸爸 真的 真的 如果这次你不把握机会 你将来肯定会后悔 护轻所在买机都会 我让你收拾东西 一 嗯 寶貝 俺錯怪你了 俺也跟你去吧 嗯 嗯 嗯 哎哎哎哎喂喂 你干嘛去你你你你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去哪啊 哎呀我就是出去散散心 没事的我抱了个你抱了个旅游团 我到哪给你们打个电话啊不行吗 啊那个哪个旅游团 电话拿来吧 哎呦我那么大了别老盯着我 跟谁去啊 是啊 我跟我们福利院的同事 哦 放心啊 那 到了 给家里打电话 哎大哥小心点啊路上听见没 知道了 你注意安全 知道了知道 那我走了啊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让你 对啊 注意安全 别乱跑 哎呦我 啊 好好好玩的开心点玩的开心点啊 啊小心点啊 啊好了好了还有别乐吃东西听见没啊啊 足以卫生听见没别拉肚子啊 嗯 我走了 嗯 小心点啊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你觉得不大对劲了 奇怪 我也有这种感觉 怎么怪怪的 对啊 啊 啊 嗯 我爸 他在哪儿 你爸爸正在找 放心吧 一定会找到的 你一定会找到他 对对吗 嗯 嗯 离开这儿 越来越好 对不对 知道真相往往是最痛 我理解你现在的事情 以后就叫我四天吧 好吗 好吗 啊 还不信任吗 我不知道 应该想去谁 啊 啊 啊 我成长的每一步 向天都带你走 你去的那个院子是我小时候的家 嗯 那个学校 是我的小学 我也向你做了忏谎 而且第一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高的 我觉得 应该相信 你们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小岁到底在哪儿 啊 文总啊 对不起啊 您的茶 我摆这儿 至于小岁去了什么地方 我们还真的不清楚啊 哎 文总啊 我必须提醒你 你现在是在我们家 你理直气壮的问谁呢 哎呀 小岁说呢 他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 独处一下 所以他去了一个别人找不到他的地方 这也没错是吧 是没错 但你们有没有替他安全想过 有 当然想过了 他他抱了个旅行团去去旅游去了 是啊 他说跟福利院的同事出去玩了 嗯 你们给福利院打过电话了吗 根本没有 他是一个人走的 而且他辞职了 他是在夺我 连一个见面的机会现在都不给我 不对啊 是你先说的 你先声明 说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和小岁的 那是我妈发的 我现在才明白 那天你们住在旅馆的那个晚上 小岁已经知道一切 我真傻 竟然被他骗了 我先走了 你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你安排今天晚上的网络会议 什么 北美区联系不上 明天的日程明天再说好吗 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好 老板老板娘 千万不要这样称呼啊 叫我什么小钱小年都好 我求求你们 帮我找到小岁 我先走了 喂 你看 我我我从来没觉得他 像这样这么有气场啊 是啊 刚才那么大声 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吓一跳你知道吗 真是的你 你有那么没有气概 你看你那怂样 跟人的面前 我怎么没气概 我怂什么 我还当过他老板 我还踹过他 我我怎么没气概 算了吧你啊 人家闻向天 敢直接面对小岁 你敢直接面对真相吗 我我有什么不敢 哎呀呀 你呀 你才是穿着明白当糊涂的好吗 哎 你明明知道我在骗你 我没有怀孕 为什么每回我把真相刚刷到嘴巴 你不知道我说了 你怕什么呀 你怕什么呀 你就会逃避呀你 你就会逃啊你 好 我听说出这些话 你不就怕知道我没有怀孕吗 你不就怕吃药吗 一个男人你治愈吗 你治愈怕吃药吗 老婆 你还没听明白 我不是怕喝药你知道吗 哪怕你给我毒药我都可以喝 只要我能够好起来 那是怎么了 你怕什么呀 我是怕你每次把药端到我面前的时候 那种眼光 那种眼神 那种期待盼望的眼神 我是怕这个 我是怕喝完之后还是不行 你又怀不了孕 你又说 我不是个男人 怕这个 那以后 我就不比你吃药了 其实你挺男人的 你是我的男子汉 哎呀 哎呀 今天晚上就在这先歇息一晚上 哦 对了 我专门为你准备了一新号码 有什么事要打给我 放心吧 这段时间不会有人来骚扰你的 谢谢 我接个电话 谢总 文氏最近有大动作 已经派了十几个调查组 去我们南方调研了 不愧是文向天 想直接跟咱们抢地盘 从现在开始派人二十四小时盯着他 就这样 吃点东西 我不饿 好 那行 那早点休息 那么到底下一位选手 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ру家 没有 你 看到 文总 咱们派到南方的调查组 到处都碰到了歧视的人 可以说是我们走到哪 他们跟到哪 还有各部门的经理 已经通知下午三点 准时在会议室集合 好 先把调查部收集到的东西 发给他们 好 还有别的吗 咱们在非洲区的矿产项目 已经开始谈判了 谈判代表在一个部落 遇到了一个姓孙的先生 他说认识您 我不认识他 孙达胜 孙达胜 这都一个是 这都 doit 你 付坡 Punkte oggi 这位我已经重新布置过了 恭喜你钱小岁 终于回家了 这就是我的家 这都是你妈妈留下来 你 你是怎么找到的 谢谢 你们很过分 把我当人看吗 老K 回回老家也不跟我请假就跑了 当我是空气啊还是什么 不是老板人家跟小岁请假了 好了好了老公啊 你这老K是回去给女儿筹备婚事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至于吗你 要不然咱们也凑点分子 凑 凑什么分子呀 我告诉你 他们回来是跟我讲 工资全部给我扣了 凑什么分子 凑的分子全部都给我交上来 听到没有 老板太狠了 狠啊 那你给就可以了 嗯 我哪有 哎 不管我事啊 不管我事 哎 OK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见到女了吗 怎么 见到是见到 给熊回来 他闺女说让他买套房子 不然的话不认他这个爹 这些礼服呢都是从巴黎空运过来的 设理师也跟着来了 可以随时根据你们的要求来看 这婚都定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 嫂子 哎 你白叔说的对 别整天忙工作了 到时候把弟弟给冷卧了 妈 可是 上天 你看看 怎么样 好看吗 我给你写了几条领带 我带你去看看 哎 弟弟 哎呀 你穿着婚纱不能到处跑 要摔到的 香天 那你帮我去吧 小心点 弟弟 你有130吗 爸 哎 小心点 哈哈 哈哈 没想到你反应还挺快 我还以为你一见着我又有的黑着脸呢 我知道你们下周就跟骑士谈判了压力很大 我能帮你的 也就这么多了 谢谢 找到晓星了 还没有 那天以后他就一直躲着 我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 就是这么 不过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才会原谅我 这一次他伤得真的很深 傻瓜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一个女人爱你的话 你无论怎么伤害她 她都会原谅你的 所以我爸爸这边呢 我会帮你配合好 只要你一直找 一直不放弃 下次一定会原谅你的 那你和梓田呢 那你和梓田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把他拉回来了 不过我知道 总有一天 他会从高处摔下来 变得一无所有 即使那样 你也一直等着他 我不知道 也许有一天等我累了 自己就会放下了吧 不过现在还没有 你和我一样 我们两个都是为了爱混了头的傻瓜 是评论的 本机后 我还是要去了 体积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